長期2333 31元有貨 Cherry想問 如果二回31元有貨長期 那說真的就比較難即時回到你的貨價 因為差距也比較大 甚至乎之前也說 其實長期說真的算是傳統車股內地車股來計算 主要認得比較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刻你面對著這麼多的競爭 甚至之前也傳過可能有機會補貼退波 雖然之後有 常聯會那邊也說不是這件事 但是你也很難說 但是如果有這些政策的轉向 對於轉型的公司來講 衝擊會比較明顯一些 所以股價你見到過去這幾年、兩月算是 倒下來 但是其實論走就是它算是車股內 傳統理計算是比較好的其中一隻 當然短期近期就定了一些 起碼都慢慢在大概22、23元 打底之後都微微想上一些 但是我想短期要看著一條20天線 究竟26.1這些位置可不可以衝穿呢 因為由去年其實在11月開始來計算 跌穿這條20天線就沒有上去 雖然如果能夠站穩這條20天線 我想你才再往上去大概28元左右 做回目標位 我會覺得如果你說 如果回到28元邊有機會的話 考慮去減一減 因為你始終30元過去買下 價格不是特別低 而且如果你論估值上的那些位置買 其實不是特別便宜的 其實都反映了很多 它那些可能有部分轉型 或者是新能源車發展的因素 所以要衝得太高 我覺得未必那麼容易住 所以彈到28元邊附近 考慮去減一減才會好一點 就算是少了